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2020总统大选国民党党内提名在即 日前却经传出 有一份叫做灭亡计划 消灭王金平的计划 听起来真的非常匪夷所思 同时近日接受媒体专访的主席吴敦毅 他也说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将不排除那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在初选之后进行征召 这个乱纷纷的初选 到底我们怎么面对他 怎么评价他呢 我们看一段相关的最新新闻画面 我说如果是我去拜托他 但是我不会去做拜托他这种事 我讲过好像有听到 也好像没有听到 也听到这个风声 但是我不会去在意这个事 因为我还是勇往足前 做我该做的准备工作 国瑜有跟你讲到说 选总统的时候 这一票不会投给朱立伦 是这样子吗 我说如果是我去拜托他 但是我不会去做拜托他这种事 OK回到现场 相关的新闻细节 我先手版过 跟云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日前才在这个101大楼面前的 叫什么 世贸会议中心 召开所谓参选记者会的王院长 他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引语 说面对台湾最高大楼的101 象征他再上一层楼的决心 OK那天公布了一个 让大家都蛮惊艳的一个logo 这是一个桥跟他最近出的那本书 桥有关 这看起来有点像这个 那天谁说像阿拉伯 这个这个 其实说有点像阿拉伯 其实王金平的字把它切成一半 就像当初我在专访他说 有一首英文歌叫 Bridge Over Trouble Water 就我会把我的腰弯下来 让你透过我的腰跨过这个恶水 就以我的身来做跨过恶水的那个大桥 所以他把这个概念的转成名字 削半成一个桥 一个跨过恶水的桥 他说让世界看到台湾 带台湾走向世界 那他在自己的粉丝专业 也合成了一个 一台是企业的 要招拼一个很有气魄的一个贴图 熊啾啾气昂的肌肉 还有一个超大的党政在这边 代表我是真伴国民党的 投资妈 你当做我是吃菜的 兵度啦 OK 蛮有趣的 一个老的政治人物 用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 一个一个拼图 来展现他的企图性的 相关信物说 不甩灭亡计划了 我跟院长说 我不会在意 我能量会继续勇往直前 院长在之前宣布透露2020中大选 不过国民党内却传出 有一个灭亡计划了 对此王金平11号接受 新台湾加油节目专访时表示 我好像有听到 他也没有否认 也好像没有听到 这怪怪的 但我不在意 所以就当做没听到 好了啦 OK 那相关的新闻细节 包括在这个节目中 他有提到说 因为最主要的依据是 廖小军小姐问他说 听说国民党内有个灭亡计划 而王金平宣布参选当天 就要参选当天 《中文时报》 头版刊出总统大选的民调 人选有新北市长朱立伦 关键市长韩国瑜 首都市长柯文哲 唯独缺了王金平 有人说挑钢 给你冲坑啦 OK 那这个蛮尴尬的 情势的发展 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内 当然这个 包括朱立伦市长 包括王金平院长 都已经表态 要来参加这个总统大选 这是一件好事啊 那你也看得出来 王金平院长 他有他的企图心 而且看起来也准备周全 包括他那一天的 这个整个宣誓的 这个记者会 还慎重到用读稿机 对对对 很少看到 看起来王院长是有备而来 他那整个气势啊 然后现场民众的参与啊 整个看起来状况 也都还蛮好的 那我觉得国民党需要的 就是一场公平的竞争嘛 就是说大家有志参选 我觉得都是好事 包括朱立伦市长 那大家就是尽可能展现自己 最强的那一面 然后来取得人民的支持 那所以我认为党内应该不至于 有什么灭亡的计划 应该是只需乌有啦 对 真的我们都没有听过这样子 因为包括其实王院长 他长期担任立法院院长 其实每一个委员 大家也都非常的尊重他 他算是在国民党里面 很受尽重的 所以我也觉得不会有人 要什么出手去做什么灭亡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我真的觉得这一些 国民党的太阳们愿意一战 然后表现出积极的企图心 这是一件好事 那唯一要小心的就是说 不要是自己的人互斗 往内互打不用钱 对对对 不要往内互打 因为大家需要的是 争取更多的全国的民众的支持 但不要泡口向内 譬如说可能变成是 猪王之间的斗 那那个都不必要 所以我认为不会有灭亡的计划 也不应该有毁租的计划 那也不要有去黑寒的行动 那所以让这一些 可能都想参选的人 他都可以展现自己 最好的能量跟常才 那我觉得这是国民党 要让外界看到说 国民党人才积极 每一个可能都可以是 就是来担任这个位置 可能都有他的适合度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国民党的胜利 说实际上委员也再一次 非常与重心常要呼吁 党内的这些优秀的从政同志 应该是进行一场公平的竞争 而不是什么丑陋的斗争 回到赵委员这边 从民党的角度 有关王院长实际就有些暧昧 我用暧昧两个字请 云友们多包含 特别是王院长 OK 我日前因为带我们弟弟去拍照 我就看到那个照相馆的老板 在看这个彭文正彭老师的节目 我就很有趣 我就随手拍了这张照片 前天我也用了 我看在座的几位比较绿营的一些评论员的朋友 像检议院检前局长 就一路就一直说要韩国瑜出来选 重点是他在随时他也在做一个叫语音的投票 说国民党四个人 您认为哪一个人最适合代表 这个国民党来参选 这是一个比较倾向绿营的频道 完全没有意见都可以 朱立伦19票 吴敦宇45票 王金平146票 韩国瑜23票 我最后去看一下结果 大概也是王金平遥遥领先 也就是说在绿营的所谓舆论的空间里面 似乎对王院长比较偏爱一点 但是同时我也看到 在韩宁这边 这是一个韩国瑜的粉丝团里面 很多照片 我只取这张 有的我就不拿来了 骂王院长很难听 什么背骨的 什么很多 不好意思 我就不紧 但这张有意思 因为现场有一个当事人是 赵天宁赵伟 然后你在这边 OK 他说他想出来选吗 但看了这张照片 你还投得下吗 OK 这个人听说是国民党 这个是国民党 怎么会坐在一群民进党的朋友里面 你们会支持这样的人选总统吗 这是蓝营的意见 那绿营的意见是说 好 我们稍微是王金平出来算了 OK 这个矛盾 麻烦委员帮我们分析一下 不好意思 我要再三强调 这国民党的这个初选 是国民党的家务事 是 那国民党自己怎么样的竞争 然后他的游戏规则如何 我想人民会做个评判 那如果真的一定要回应主持人 您刚才提的这个点 我在想有一种可能是因为 国民党内一向有本土派跟非本土派 从以前离前总统 跟八卉一辈的时代 八卉一辈 这是一个历史的渊源嘛 所以国民党内像黄复兴党部 或者是比较属于外省级 或者是以前又觉得比较正硕 或怎么样的 是 这个现在可能已经渐渐模糊了 所以王院长那句话说 学统比不过 马桶比不过正统 比不过学统 就是他有一个历史渊源 那你说他已经消灭代际 我觉得并没有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这样的区别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个吴敦宇先不论 因为他目前还没有表态要选 那如果表态要选里面 朱立伦也好 或者大家一直拱他选的韩国瑜也好 他可能会比较被视为 是过去比较正统正蓝 真蓝 那王院长可能就比较本土 所以如果说你要回到 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 要挑 你说彭文正老师的节目 会出现那个结果 一点都不意外 不意外 因为你就比较本土的 在光谱上 感觉比较稳稳 比较接近一点 那相对你刚刚拿了另外那张 看起来一定是深蓝的朋友 他就还不喜欢王院长吧 可是那张照片 你也要想是什么时候 去马王之争的时候 对然后王院长那个时候 正式父辈受敌 一副好像要他下台 然后司法官司缠身 所以他回到了他高雄的老家 那个地方本来平常就人身顶沸 其实也很多的国民党的朋友 去安慰他 然后呢只是分批嘛 后来有其中一批 换到 这张图会特别留下来 这张图会特别留下来 这张图会的邻国阵啊 国民党的以前的立委啊 我认不出来了 你看一下邻国阵也有在那边啊 是是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看邻国阵 邻国阵 这个在右边 这个邱营隔标这个 不是不是 这个 这个邱营隔标 这个这个 这个看得到 对不起对不起 对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次是高雄市的立委 去看王院长 那因为当时邻国阵委员 他还是现任的 他也是现任立委 但是没有关系啦 这个因为支持者 他当然也可以认为说 你看他都历盛在他旁边 那这其实也是一种 可能心情吧 比较深懒的朋友会认为 王金平不蠢啦 可能是这样 但我认为这都不是 真的杀伤力 我没有听过灭亡计划 我也没有听过打猪计划 那可能都只是媒体效果 我必须坦白这样讲 我比较多担心的啦 其实我这担心也没什么担心 这样太矫情了 我当然也希望国民党越乱越好 我们有比较有机会嘛 我没有这个矫情的意思 我要讲的是说 国民党也要建立 他的宪政官吏啊 因为毕竟民选总统那么多届了 那国民党也执政也在也过 那他还没有形成一股 可预测的这个初选制度 我觉得是比较令人忧心 就是说这样的政党 所选出的领袖 一个可预测 有确定性的初选制度 那才是对猪王是最大的伤害啦 就是说到底一阶段 还是两阶段 那有没有两阶段的可能 那征召现在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是之前就先征召 还是之后再征召 如果没有可预测性 那才是对于 目前已经表态要选的猪王 最大的伤害 这个我们可以补充一下 其实吴敦毅昨天晚上 他接受专访 针对这个问题 大家都很关注嘛 他其实有明确的表态 他说不会有所谓的二阶段 如果是要征召的话 那也会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就会完成所有的程序 也就是说不会有换柱情况 换柱2.0版就对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他的意思就是说 直接回应外界 不会有换柱 但是他也没有把话讲死 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 对对对 征召汉贵的可能性 可能还是存在 但不会是说 我们已经都产生了 王某某 朱某某之后 再来换你 然后整个都全代会 然后还要再换人 不会再上演这样的情景了 所以这一点可能是 我觉得党中央 他也会发挥他的智慧 国民党其实2020 最大的目标就是 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制度底下 然后产生出最强的候选人 稳稳的可以拿到2020的执政权 我想这是国民党从上到下 大家最大的共识 所以在这一点情况底下 我相信吴敦义主席 现在大家有点研判说 他大概不会出来参选 看起来这个市可能会走到这样 那他就可以站上一个高度 从一个选举的角度 怎么样做 既让所有的参选人服气 然后最后也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我觉得那个会变成是 吴敦义主席 他对国民党最大的贡献 如果在这一局 他把这个处理的非常的漂亮 而最后在2020真的也拿下了 这一个我们重返执政的话 我觉得在国民党的党史上面 吴敦义主席会被记下一个 的确这是一个立下 非常重大一个战功了 3月16号补选有人说 这个结果将会是 吴主席会不会参选一个 非常所谓阶段性判断的关键时刻 我们在3月18号礼拜一 我们已经确定要专访吴敦义主席 OK小猫这边 我再补一个当初访问 完院长的时候 又很有趣我问他 我说院长你要参选国民党的 这个党内提名的 这个候选人这个资格 我说过去很多朋友都说 您跟蔡总统渔工渔师 都有很多的私交跟公疑 那有人说万一你代表 国民党参选的话 你对蔡总统会不会手下留情 不敢跟他玩真的 这个算得很激烈 其实院长那时候回答我说 他还是秉持一个说 政治应该尽量多和解 那他说他跟 未来如果跟这个蔡总统选择的话 他也会遵循这个说用君子之争 尽量用和解的方法 来创造国家发展的新契机 可是这个理由到底能说服 说服得了 传统难营的支持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架和声 为了你的根本 使用人的支持者 是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